歡迎大家收看第194集的 星星同學會, 大家好, 我是吳君如 真的厲害, 194 為什麼呢?有沒有意思呢? 又回頭, 又不是最頭, 又是中間 其實這集算是我們才跟我最後一集 我很想念你, 我也想念你 先打到車輪吧 為什麼194呢? 因為你今晚三個嘉賓, 不容得失 我現在也有點壓力 對, 很大壓力 平時也不斷納納稿 今天要拿著稿 是, 我也要看看 因為全部都是前輩級 為什麼194呢? 194是他們那些… 你夠膽爆了這些年齡的總和 對, 他們是194突然出世的 有東方荷里活之稱的邵士 打造過無數經典電影 到底邵士明星的生活是怎樣的呢? 他們當然有多風光 好, 這一集我們請來傳聞中 在邵士有三角戀關係的鄭佩佩 岳華和陳鴻烈 大談我在邵士的日子 我們的鹽衫, 是嗎? 鹽衫 鹽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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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衫 鹽衫, 鹽衫, 鹽衫 鹽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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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衫 鹽衫, 鹽衫, 鹽衫 鹽衫在我們香港觀眾很熟悉 但它的真名, 大家也知道嗎? 我也知道 他不知道我的真名, 他叫我錢小豪 我和你哥哥喝過酒 而且在邵士也認識我哥哥 我們在毛宜山有多少時間 是不是有多少時間? 你現在說對白很辛苦嗎? 廣東話是對白嗎? 你覺得你辛苦一點 只是對手比較辛苦 對手很開心 他要鼓起說什麼 因為觀眾要聽清楚我說的話 所以要很專心聽我說的話 這樣就不看他了 這樣就不看他了 我以前看你拍一些吵架戲 吵得心臟病發的樣子 我看你很辛苦說到 大汗搭西汗 即是罵人的時候的樣子嗎? 今天你錯了, 我故意這麼做 是, 真好 你記得在珠光裡面嗎? 他不是說得嘴巴歪嗎? 是… 是演出來的? 就是這樣設計的嗎? 當然演, 演不演怎麼做 他是演出來的 他不是演出來的, 演出來… 演出來的 我現在最喜歡合嘴和不合嘴 我會教不清楚, 我會教不清楚 好, 我們三個從頭說起 由女士第一次, 佩佩姐 因為我才在南國第二次 當然是我們前輩 他們兩個是第三次 師姐 師姐 但是他比你們還小 小時候沒所謂 很多比我們的師姐 你做什麼? 很多, 還沒舔嘴 我真的在南國這日子吃不好吃 吃…不少好東西, 是嗎? 你說吧 你喜歡聶哥, 他比較沒所謂 因為曾經是風流快…不是快 風流過就有什麼所謂 風流不是下流 他真的說… 我真的說風流不是下流 你講甚麼意思? 就是喜歡… 他說… 數風流人物體徵, 今早 我… 你那時候… 我在化妝間也聽過你說 我化妝, 裝泊王的褲子時 你那時候就說 當年在邵氏都… 我認識很多男生 我很喜歡認識女生 我最欣賞這些男生就好 喜歡認識女生有什麼… 不是, 你說清楚 你廣東話是很標準的, 是嗎? 是, 但我也有壞女兒來了 我記得你說的時候 你是喜歡… 當然了, 我在邵氏裏工作 那時候有口心 在邵氏今年50周年 我明白你了 在香港是一個這麼大的公司 對整個世界有貢獻的 一個邵氏公司 當然我在日本工作 當然認識很多女生 認識很多男人 有貢獻跟有女生有什麼關係 不是, 這麼大的公司 當然有很多女生 我意思是 他在邵氏的年份不是那麼長 但可以認識這麼多女生 我們是不喜歡的 即是不成正比例 不成正比 華哥就是… 我們花了這麼久 這麼久 認識來認識去, 只認識一個 後來認識… 現在太太也是少時認識 對, 少時認識 你不認識其他女生? 不是錢你這麼認識嗎? 李青什麼都不認識 認識… 秦平不認識 井莉也是那個人, 是嗎? 秦平, 井莉, 何莉莉 對, 很多漂亮女生 我也是這樣認識的 真的, 列哥, 老實實 華哥 可否列個表來聽 我剛才問佩佩姐 認識男生的那件事 是否當時的明星 什麼意思是燒焦嗎? 熱夾? 不是, 不是燒焦 是漂亮多了 真的很有明星的風範 你不可以問我, 是嗎? 我覺得你很漂亮 發展霸展 現在的是不是真的差一點? 怎可以這麼說 得罪所有的人 得罪了你 你說你… 一個時代, 一個時代是不同的 我們那個時代認識 那時候就覺得 那時候的女生是最適合的 那時候的女人是女人味比較重 以前的服裝的確是很好的 譬如說旗袍, 開叉高一點 短一點, 腰收得好 有突顯到胸部 是呀, 更加上高針鞋 以前的女生… 高針鞋 你怎麼穿的? 高針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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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對不起, 各位高針鞋 那個腳很漂亮 真的, 腳形要很漂亮 那行路呢… 以前小時候是教的 儀態一點 是嗎? 有的先生來教這些儀態 儀態, 儀態有嗎? 有嗎? 現在也有, 現在也有 照計 以前有的, 有教女生吃餐 什麼要教的 當然行路有點不同 而且一出來, 每一個女明星 都有她的特典 表現到她的性格出現 現在的… 所以你會覺得很… 眼睛會亮一下 是 但現在的時代又不同了 大家都說了那些豪邁一點 是 說到舒服 現在說到舒服 這樣就可以了 那些女生牙手牙腳都可以 現在一點儀態都沒有 這個是…我覺得是… 那你覺得君如有儀態嗎? 表現她的特色 表現你的特色是嗎? 不要說我了 說你那個… 那個是秘聞女友 不是, 我很喜歡她 是不是? 不是, 你是偶像 是不是? 你喜歡她而不追求她 我覺得你是放生 她的特色很好 你們倆是否已經在趙氏年代 已經開始找東西吃 不是 對 女兒… 走到拿來 不可以這麼說 是不是很容易… 不是, 不可以這麼說 因為那時候我們過得年輕 對嗎? 對, 漂亮 不是, 漂亮不漂亮的問題 年輕男女通在一起 就容易有感情 是 是嗎? 那是很自然的事 難道… 那個時候… 不是, 整個環境都是這樣嗎? 對, 等等你說 難道… 難道別的說話是下棋嗎? 難道不搞男孩嗎? 對 不搞男孩嗎? 我搞什麼? 整個少士, 這麼多英俊 難道我再搞一間少士出來嗎? 對 當年… 當年也挺好玩的 對, 很羨慕你們那年代 我小時候也… 現在我們… 而且我又住在宿舍 是, 我只是想說一下 是嗎? 焗一焗, 真是近水樓台 那時候沒有狗仔隊 不是, 近時的記者很疼愛 而且清水灣是很安靜的 對 你想出去, 除非自己開車 一個八點、九點 萬里無人, 萬里無人 你們進了少士就是南國 什麼少士? 不是, 進了南國訓練班 是少士的訓練班 對, 叫南國訓練班 南國訓練班 南國劇團 進去讀多久?到一年 一年… 一年的時候是否已經… 你們不是同級的? 不是, 我第二期 你第二期 別聽說 第二期, 第三期 我是師姐 我們兩個是第三期 你們兩個是師弟 畢業的時候做香妃 是的 那兩個是華哥和烈哥做咖啡 兩個咖啡都中了香妃 華哥和佩佩姐跑五年拖 對嗎? 但之前是否有烈哥最前呢? 是 沒有 多大聲 我和他在南國那時候進去 是的 因為他媽媽的契仔 是我哥哥的同學 是 媽媽的契仔 是他哥哥的同學 我契哥 是的 是嗎? 我和他哥哥在上海的同學 是的 我們可以聊得到一些 是的 但是我們三人一邊一起走 三敬客 三敬客 那時候我和他比較親密 我就追他 是不是? 追, 一邊追… 追到最後就沒有追到 不是 他們聽過的故事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版本 是的 是的, 我的版本… 現在是羅生門 是的 我開的版本 有一天我們去他家 他哥哥告訴我 說他同時在追到另一個女生 烈哥 烈哥還穿崩了 華仙真是華仙真是華仙真是 是嗎? 我說這樣就算了 你… 那件事怎麼可以證明有這種事呢? 當時我們拍大罪下的時候 我有看 我們兩個打吧, 對嗎? 我們弄傷他 故意的? 不是 鬼巨醉 他一發肩就刷到我嘴巴… 鬼巨醉 在這裡不是大腿嗎? 我整個拍電影就總盤著我嘴巴 不是 是我嗎?不是 是你… 是你… 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 他就說我公佈私仇… 私仇… 就是這樣 其實你沒有的 因為刀記, 所以要插傷他 插傷他 不是… 是… 其實我們… 其實我們那時候只不過拉手仔 那個… 你的版本又是嗎? 烈哥 為甚麼… 是否你剛才追求那個女生 原來那個女生… 原本是因為… 她有… 同學說, 有一個… 第四期的男的同學 追求他 他害怕 整個爹子撐著他 你保護他? 送他回家 保護他 送他… 送他… 我又送他… 是嗎? 是嗎? 我很喜歡練歌 我本來就是送他… 一口咀嚓, 送他… 你們因為這件事… 就分開了 你們的感情 之後華哥何時又跟華哥拍拖呢? Puby姐 應該是開始的時候 我們一起練舞 是嗎? 之後隔了一陣子 還有… 他們拍拖均勵 報紙登了很多次 那個時代的報紙 不是現在 經常說他們兩年的事 好均勵又吵 很轟動 你問問人家 你有沒有許可證 如果包企的時候撐 很自然的 每個人公司的宣傳 都是可以利用… 焦點 焦點可以… 匪蜜 看大廚 利用這些方面 同時的確是… 我跟Puby姐 那時候經常要練跳舞 什麼拍炎陽天 拍什麼… 時時都要一起排舞 相對 香港花月夜 香港花月夜 大家一起跳舞 當然要多點接觸 那時候的年代 肖氏出品必熟街片 究竟當年的製作是怎樣的呢 演員又如何跟胡金泉 張哲和李漢祥等等的大導演相處 他們當年的片集又有多高呢 嘉賓們大爆, 拍戲內幕 好, 你知道我剛才陪長毛看 他重拍… 長毛是誰 陳可珊導演 他老公 他經常說有重拍 在邵氏經典大罪盒 大罪盒 十三泰寶那些 對, 那些… 刺馬那些 是 所以我剛才看你們的大罪盒 好看… 不過節奏慢一點 現在加快一點, 還沒問題 但戲未論 當年是這樣的, 一個鏡頭… 一個鏡頭打很久的嘛 對… 挺好伸手的 翻桌下來繼續打 對, 早數多 但不用節奏太快 因為現在只有筷子, 是不是 我喜歡當年的節奏 只是對著你… 近時我的時事 拍三十多招… 三十多招 很閒的 很閒的 闖頭打到闖尾 記得的吧, 我三十多招 記得的 對 近時打過很多時間 忘記了已經解僱了 真的嗎 對, 莫說主角辛苦 做武士也壓力很大 對 三十多招, 保衛怎樣保衛 因為近時沒有… 27、28招才來, 結尾 沒有螢幕看 近時沒有螢幕看 全部靠攝影師說可以不可以 所以很難… 少許攝影師說 村邦就慘了 當年有習慣, 導演都說 挺好, 但保險一點就來一個 是嗎? 因為沒有看螢幕 對… 也是會的 他是將來衝片才會看回影片 那年代國語電影行廣東話 不是 國語高級的學廣東話 是的, 為什麼… 可能國語那時候拍的電影是有色彩的 East Man Color 乃治曼 最主要是超市公司整個製作的方式 是從荷里沃整套搬過去 不是,從藏海過來 你聽我說完,不是… 沒錯,我們就說國語吧 不是… 整個製作… 組合不一定 最重要是它的輻殼網很大 華語的市場大 是吧 所以它拍攝的成本就高 可以拿高一點 高一點,所以它的製作比較認真 出來的效果就好一點 而廣東片那時候不是不好 我覺得那個演員演得很好 市場小 但它的市場小 成本很輕 市場主在一起 幾天拍報… 那時候就變成… 所謂的成本只是幾十萬而已 幾十萬港幣 幾十萬那時候… 我聽說他們拍攝 兩萬五就去買一棟樓 一棟樓,對 你幾十萬… 太子道了 對,我現在經常跟陳阿新說 你拿那兩億去拍電影 幫你炒樓 知道嗎? 說我炒樓,誰是炒氣的? 對,所以不行 我們剛才一小時 試了二百五十元一部片 你這麼下山 你比我還高 你們還記得嗎? 我比他們多 我們簽約的時候… 我想我們簽約差不多 是 是八年的 第一年是二百元一個月 一個月而已 一個月 任拍 月薪 拍一部給你二百元 月薪二百元 我月薪是二百元 拍一部就二百元 就給二百元津貼 那我比你多嗎? 我有一四百元 你紅了,對嗎? 第二年四百元 我第一年就有四百元 那我就不知道了 很多不同 很多七、八年 需求不同 現在還給我四百元 你幫我拍武器,可以嗎? 不是 四百萬就好了 四百元 那時候的四百元 跟現在的四百元不同 現在四百元大約是多少錢? 至少四千元 四萬元 這樣也很糟糕 但不是,如果1960年 買一間房子一萬元 兩萬元 其實你也要拍很多部才能買到 不是,但拍一部片 他又給我們錢 後來又拍… 合約是這樣 但如果拍你的電影 譬如賣錢 又馬上三級跳 好,給你一些… 分融 分融 特別的津貼給你 那你在邵氏日子 最多的部份是甚麼? 最融的那次 這次真的發財了 我七年年… 很久在邵氏 那時候拿一萬元一個月 拿一萬元很多 明天 還有津貼 還有宿舍給你住 所以你節省地真的是乾豆 你七年年就八萬元 很厲害,七年年… 當然一萬元 七年年我剛剛… 因為我打的時候 那時候七年年… 那時候開始… 那時候拿多少錢 就想起嫁 我嫁,是不是嫁錯了? 貝貝姐 有人問你這些… 沒有後悔的 這些感情的 我記得列哥是武打出身的 是否那個年代 我一定要武打 不是,那時候是… 那個片是甚麼? 武俠世界 武俠片的財政 當年就是因為… 有黃魚 那一堆 開始武俠片 那一堆武俠片開始 就開始賺很多錢 就是賣得浮 賣得浮 連外國人都會看 一幕後面 第一部賣去歐洲 不知甚麼 很出名的 叫做天下第一拳 是羅列柏 那時候賣得很厲害 第一部 好像韓國導演 還比獨臂刀 不是,他賣就是… 賣浮 賣得多 他後過獨臂刀 但是就是他賣… 最好賣浮就是天下第一拳 其實沒變過 都是要打 都是要拳腳 都是那些吧 你看看何理會現在用這麼多錢 請回中國人去做武術指導 都是因為要打,要知道市場大 因為我哥哥說一些語言 對,又不用聽對白 大家容易明白 那時候列哥做姦 多數是 華哥做中的,是嗎? 那你們倆的時候 已經是甚麼了? 已經是… 為何我要經常做中 你又做姦 有沒有去揮 想做中嗎? 我有的 後面我跟周曼華哥 那些製兵主人 我跟他們談 如果我經常做姦 我就不怕了 不如我一定會… 我要做中 最後就… 後來沒有,我做姦 是,我做姦 是,我做姦 那行不行嗎? 就是嗎? 換了一張行動 剛才蝴蝶劇就開始做姦 而且我看到的鏡頭也不太接 不要緊 通告你也能接 你有發覺鏡頭不太接嗎? 哪部電影? 哪部電影應該不可能 不可能的 我有時候看以前的電影 跳得很… 有些剪接的技巧 可能有些片是中間的片壞了 沒有辦法,收錄,是嗎? 不可能的,很接的 胡錦泉導演不可能 很大師級 胡導演是畫圖的 對,抱歉吧… 胡導演是類似黑澤民的級數導演 為了一個景色 可以等幾個月才做好景色 才拍攝 他是那些級數 他可以在山上… 放煙 對面山那裡太白劇 差點煙 沒什麼景深 放煙就是他會放出來的 坐幾天車去對面山 然後就這樣放 真的嗎? 當年沒有鍋子 要猜測那個導演 行不行嗎? 不是,那時候煙是這樣噴的嗎? 不是,那時候會噴的 那時候是香 不是,是香… 煙餅… 是煙餅 我年代是香還是煙餅 那時候燒了草… 還有草… 草還要靠近 然後是游娃… 用鐵桶… 那年來用草… 那年來開始… 如果在片牆裡就是… 用香… 慢慢用香… 乾冰… 我們全部用香或用草… 小心從沖 對 次喔 廣外 小燒焙 吃燈 還有天門去閃水堂 一定要有太陽 有這些人 然後是樹影 烏身就是木等 要花七ת天光存在的英ugi 都會看到 只能看到 如果剛剛那天沒有太陽光直射 我猜胡導演會改旗 那時候是無論到效果 那時候拍攝是否好像現在都是這樣 導演都很執著、脾氣很大 經常罵明星,是這樣嗎 看哪一個導演 不會… 不會的 他不罵演員 胡金柱不罵演員 很多導演不罵演員 誰會罵呢 李漢祥的大導演 不會…不會罵演員 全部都是很有修養 羅叔叔也不罵導演 梁梁議員 張哲導演的那些… 張哲導演很脾氣 很少他就這樣 我記得那時候跟我哥哥去邵市 張哲導演通常是這樣認真 一會兒我開機,你們就打 一開機,你們就打 他就說這麼多話 那時候就是打 我覺得當年導演是… 唯一一個導演罵演員的那時候有… 龍江 不是… 誰是龍江 不是,晴江還是龍江 晴江也不罵 晴江也不罵 是哭而已 吳家鄉導演有罵演員 那些導演是好人 他認為被他罵得哭 是,不試過 導演多數是罵其他人 不是罵演員 就不罵演員 因為演員是否… 邵氏的演員 是否很風光 也有級數 很大明星 也不是,他罵了他 罵到他不懂演戲 更壞 現在有些導演都是這樣罵演員 不理後果 有了 邵氏當年亦訪問過很多大明星 究竟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呢 排場有多厲害 粉絲有多瘋狂 嘉賓們揭開邵氏明星的神秘面紗 有其他邵氏大明星 會欺騙人 或者邵氏有些甚麼 大明星是否很風光 還有排場 陳龍烈這些全都是大明星 你們當時的排場是怎樣的 是否一定是有捲刺子 其實他是大明星 說的就是 你們別那麼謙虛 你們說出真相 是不是有張椅子 我又不喜歡別人欺騙 不是,有椅子 每個人都有椅子 主角演員都有椅子 重要的配角都有椅子 要不要囂張人家 那張椅子被人坐了一椅子 你真是便宜了 沒有… 有這些嗎 不是,長毛會管住 是 長毛會管住 不是誰可以管住 不是普通人可以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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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 到了後期… 張椅子那裡有很多帽子 已經有椅子坐了 有名字 有名字 有甚麼名字 私人跟班 私人化妝 沒有… 我到現在都沒有 現在好像很多人跟班 沒有… 以前不需要 有茶水倒給你的 有… 前面有桌子 是 前面也有桌子 劇舞會打點一切 很想錄 有茶水… 有茶水 我們現在也有 但你有沒有跟一個化妝 跟一個… 沒有… 化妝就是… 有些大老官就有人跟著 是 因為可能要製造那些衣服 大老官,對吧 那些妝 不是,習慣了 對 少士就不用 少士,我只見過耶穌 是嗎 耶穌有… 劇舞,張哲導演到哪裡 張哲導演… 他就在這裡跟著他 對 很遠 導演好像想錯了 那些服裝都是在廠裡穿的 不會在服裝間穿出來 不會在服裝間穿出來 因為那時候沒有冷氣 所以你一定是在廠裡 試氣試完之後 燈光打好,穿衣服,拍戲 在廠裡 穿衣服是有專服服裝幫你穿的 那時候打光很久 對… 很久 真的打光很久 很久 拍攝鏡頭,拍很久 你回去智光月一天 停廠,翻光 大反 大反 我們以前去斜釘13張 因為那時候打… 為甚麼 上面有50萬貨 整個廠打光是幾十萬貨 50萬貨 全部是設計 那時候底片是感光得慢一點 而且不是這些那麼機械式 那不是… 101轉… 以前… 燈橋板… 燈橋板上面很高 對… 像燈一樣 很辛苦 我記得以前在錄廠裡 燈橋板攝影化 有燈光在睡覺 是… 是… 分割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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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著長機 也在我的臉部 好像… 燈光師沒事 那場機就慘了 如果長機沒事 那場機也會慘 你想想這些吵架 掉下來 很辛苦 寒、熱、冷氣 沒有冷氣 很慘 在上面 對… 管著燈 對 即是你們一擺這些… 一旦要轉… 那時候明星怎麼出街 很少出街 我那時候 就在門口搭那些… 叫做狗人Van 搭去龍江道 從哪裡來的? 龍江道 九成的 我門口搭不知幾毫子 搭到龍江道 晚上就去龍江道搭回來 你不怕人認得出 不怕人認得出 不要緊 當年不要緊 但有時候我們在門口 等一等 六叔的車出去 是六號的車 載我 那時候想來… 那便載我們出去 真的 六叔挺好 都是六字牌 對,是六字牌 那時候六叔已經很厲害 當然厲害 已經是超級王國的霸主 對,是一個王國的老闆 五六叔有沒有價值? 即是他那個年代 他不需要擺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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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價值 雖然有八價值 我想知道你們最紅的時候 賺多少錢一年? 1968年 三千五百元 三千五百元一年嗎? 一個月 一個月也算是多 1968年 1968年 600年算是多的 他分分鐘現在也是 在電視網上三千五元的錢 但現在不自在 因為現在來這裡玩 換票 我現在… 我現在… 三萬五千元一個秀 我沒有 我那些很低的… 不,在電視網上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明白了 有什麼辛酸? 有受傷嗎? 受傷嗎? 有受傷嗎? 受傷有 受傷有 因為以前我們跳 通通自己跳 通通自己跳 是嗎? 那地下的時候 沒有剪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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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發明 見到地下 最多換一塊 軟一點 在那裡 灰塵不起來 有時候 半夜三更跳 可能會受傷 我試過有一次 跳傷了一隻腳 然後再打 兩隻腳都傷了 我們公司有一個醫生 叫羅醫生 是給我們公司 有些遠遠不舒服 就是找他 我改了合同 做主角的合同之後 第一部戲叫做拆刺虎 那時候一直拍 拍到最後一場戲的時候 就是拍打 因為打了十四天 早八一直拍到晚上 拍得很辛苦 闖入一個 到最後我受不了 然後羅醫生 來丟了延水搭拍 唐街舞一定知道 到最後一個鏡頭 唐街替我 都拍不到了 沒說拍不到了 那時候那些 那個精力消耗得很厲害 那個時候 你一個鏡頭 從廠頭 彈工廠 兩張下去之後 一直打打 抽到彈工廠 再打回來 一個鏡頭 那時候是輕易 一個鏡頭落 還有當年 影棚又沒有冷氣 沒有 那些燈子又比現在更厲害 四十幾度 四十幾度 所以你的體能就是這樣 我整部戲 刁了二百多次 當年導演 有沒有餘用班底 差不多都是餘用班底 那為何會有一個班底 對 因為監獄是最好的 出色的監獄 因為在看響市監獄很少 那時候我又可以 又酷 那當然 你現在也很酷 現在也很酷 現在也很酷 炎先生 是嗎 對 官司也希望你們有競爭 對 競爭,這些不是競爭 叫競爭 競爭 競爭 他也希望你競爭 就是當年人才 我不是笑市 只是跟黃宇不說話 為什麼 為什麼 黃宇跟你打架 以後我就沒有跟他說話 打… 即是他打華哥 你跟黃宇大哥打架嗎 沒有,我們是… 我想是年少氣盛 大家有些… 他為了什麼呢 即是幾十年沒有說話 不是,他沒有說話 你是為了他跟黃宇不說話 沒關係… 不,因為其實黃宇跟我鬥 但是他… 他為什麼要跟你鬥 因為我們那時候 一個是女生,一個是男生 最好 大盒,沒有盒片 對嗎 那有什麼好鬥呢 一男一女 他怎樣鬥 要… 我比你威風 我要比你威風 不是,他的鬥是什麼 就是拍車而已 對吧 即是欠車位 是,不是,他拍了一輛車 因為羅叔叔 羅惟導演 羅惟導演 跟他住在旁邊 是 這輛車就拍了在他的車位 是嗎 拍了在他的車位 忘記了什麼事情 總之欠車位 是,我們回來 回來以後 他就開始吵了 所以我剛才說 很兇兇烈烈 就是覺得原因 有原因 有原因 當時大家會年少氣盛 那就打他上來了 你就跟他 他不可以打另一個 他不可以跟我打 他不可以打女人 對 那就打你的兒子 對 不是 有沒有那些瘋狂粉絲 那些瘋狂粉絲 送禮物 或者寫情信 寫著你們 又說要自殺 又說要你不理我又怎樣 那時候當了是你老婆 以前的粉絲 是經常寫信給公司 寫信給公司 寫信給公司 不是,你會不會 我只是有一個 那個是台灣 不是香港 在台灣 我拍攝《藍魚豬歌》的時候 是 他就癡癡癡癡 不過他就不只是粉絲 他也是工作人員之一 那他就… 暗戀來 在藍魚的… 藍魚是那些關犯人的時候 結果那一刻他就不見了 突然之間 大家都很緊張 他不見了 翌日之後就找回他 就抱著羊背著睡覺 在山頭 在山洞裡 那就是很瘋狂 我喜歡他 喜歡他 但是拒絕了之後 他就很不開心 拿著羊背著 就當了羊背著他 我覺得他也… 不是很激烈 這個也很激烈 那就是很激烈 那就是很激烈 那個年代來說 是很激烈的 是的,我已經捱罵 捱到不得了 很狂 三位嘉賓 現在都還在拍戲 到底他們怎麼跟現在的 年輕演員相處的呢 他們還恨不恨做時帝事後 《肖時影聲》 槍塌當今目標 真的娥姐教你演戲 教得你跟她翻了面 沒有 她沒有教我演戲 我看報紙 你又 是宣傳 又是宣傳 這麼接近的東西 你沒理由不記得 他好像不記得 是的 他沒有教你演戲 他沒有教你 因為上次他們四個上來 我們問 為何華哥不上來 我們… 不對 我在拍攝 我拍攝 那四個女人 以你月女無數 還有… 還有四個女人 那四個女人 那四個女人 以你風流踢躺 月女無數 這四個你能否選擇 如果要你搶 你搶誰 你搶誰 如果四個覺得你… 不是說搶不搶 別說得那麼難聽 我們的俗語是這樣 四個我都會收起來 要不是四個 對… 如果真的四個叫你選擇 你覺得哪個最好 我現在不能選擇 我現在根本一個都不會追 我告訴你 你很口暈 你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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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說 為何會突然有一個 吵吻你 是一個緋聞女友 那麼疼勇 朋友 朋友 他現在學… 他現在是否還從黃祥興 是嗎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 不是… 是否因為你散了 你傻了 真的恐懼 我那次在台灣 我駕駛車 我看到旁邊 是 突然有一個報紙記者 打電話給我 聽說香港有一個雜誌 燈你和曹明利兩個人有緋聞 很呆在外 什麼緋聞 他說你們兩個拍拖 他說我還有人和我拍拖 拍拖 吵吻你 美女 我說你不要… 我沒有所謂 你不要害別人 別人要去結婚 和我這樣做爺爺 他說我都覺得不信 我說不信 你打電話 當年烈哥在追貝貝姐的時候 你其實都喜歡貝貝姐嗎 沒有… 做朋友而已 真的沒有 沒有好感 我覺得他沒有 但自己的聲音給我 我不知道 是… 貝貝姐呢 年輕人我看的電影 他就算… 他就算普通說話 也很噁心 他不是刻意去說 我剛才跟他說過 我跟他倆拍拖的時候 他那時候家裡 在池運山 單獨在一個樓下 下面在整爐 我跟他倆拍拖 那時候 你知道行爐 累了 其實說累是假的 其實他坐在那裡 不要這樣回家 整地地 有地下 有那些下水道的鐵蓋 我跟他倆 坐一會兒 坐在那裡 拍拖 兩個人聊天 他說 已經這樣了 等我回到家之後 我媽媽就說 奇怪 你的褲子在冰島 為甚麼屁股後面 全部擦清理 我連這些都不知道 坐在那裡 屁股擦清理 也不知道 那時候 塞運也一樣 你不是塞運 你有辦法 還好 有納青黏著不走 這些是…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他就說 我 你根本就… 你根本就… 你根本就坐在路邊 他不是 我忘記了 你記得嗎? 我忘記了 他說過很多次 我看到他一次 他就說一次 不知道說過多少次 那個年代的男明星 是比較風流的 在我們的感覺 對,又拍戲 是的 你知道拍戲 人們會覺得 是一個很神聖的人 是的 而且你看 近時的女明星 很多都自殺 是嗎 又不是那個… 是嗎 那時候真的很多 很流行自殺 是因為… 那時候有一個自殺 自殺很多 然後幾個就… 對,都是因為… 有些人怕老公 不要他去滾 又弄好整容 可能弄壞了 有些根本老公 可能有難度 即很多… 未必是老公 有時候可能事業上 他覺得有人… 超出他 又看不下 這個壓力 也會… 那年代有很多明星自殺 還有我們上一集 訪問羅蘭姐 她說拍戲 有三個男人 坐在片場 他睡了一覺 在馬閘裡 三個男人不停在說 昨晚去哪裡 女兒很棒 什麼… 有些可能是車的 都不一定 70元 表示他自己怎樣威風 你覺得車是謊言嗎 有很多是 然後羅蘭姐聽完之後很傻 她一輩子都記住 經常對男人很沒信心 所以她… 拍拖 對,她對現在都… 對男人有恐懼感 有些人… 一直都不相信男人 車子都會有 是嗎?車子 就是70元吃幾尾 你有沒有覺得 男人很風流 我覺得 你覺得嗎? 我覺得 她一定是 她經常說我們… 莫說男人… 我不是說風流 她說我們做武師一定會去滾 一定會去滾 一定會去滾 不是… 但是她問我… 是嗎? 我…我… 我答不到她 不是… 你沒有滾 沒有 你去過西班牙 藍斯拉夫的 沒有 做了四十多年 由少士年代 大家都很年輕 做到現在 現在已經等號金草了 算不算嗎? 當然 是嗎? 好了 我們熟電影 或者我們有時候 從小到大看電影 就知道你們之前很風光 很威風 但有時候去一些劇組 例如你回大陸拍戲 去TVB 可能沒有人… 現在年輕一輩 未必知道你們… 以前有多厲害 是的 那有沒有被人欺負呢? 去拍劇 那時候有沒有人… 華哥 你叫華哥 有沒有被人欺負呢? 可能我不是去… 去… 去求別人 如果你是去… 即是有些新人 比較少 和沒有是兩件事 還有… 你… 這個人… 你的自信不同 不同 你自有自尊 應該是你過沒有 你又不需要… 是 你又不需要 好像… 好像放得很… 很大個個 又不好起降 又不需要起降 那列哥呢? 那些女生… 那些女生… 那你也解釋一下 為何無端端 每個人都不傳來 傳曹敏尼呢? 你肯定是做過那些事 對,你又去電人了 那天… 因為我現在住在… 跟曹敏尼以前住的地方 比較近 好像下班的時候 他輸我,順路 輸我 到他家裡 差不多不到之前 就放我來,我走回家 那天… 為何不輸 那天… 做宣傳… 在荃灣… 在荃灣… 宣傳回家 你哥哥 我請你回家 我坐去車 但這個車 沒有電郵 你知不知道 哪裏有加電郵 我都不知道 兩人去找 兜兜兜兜 兜了很久 才找到一個 那就下去加電郵 我覺得你輸我 天氣很熱 我請你喝 他說我都和你一起下去 就這樣下去 我哪知道 有一個狗仔都在拍照 就是這樣拍到他的照 對 就說我和他倆 大哥 我生都生 我女兒都可以生得出去 不是生得出去 還是生得出去 分別 如果我年紀 他可以當我孫女 生得出去 跟Dep湯無關 那就是 很不可以的 你有這種觀念嗎 現在我看見 男人沒有這種觀念 不可以 那些歲數越默越闊 不,因為人家一個 很無辜 而且人家很乖 他很乖 真的很乖 我覺得這個拍照 和寫這個 這個狗仔隊 狗仔隊,喜歡從你來 這件事挺圓居 對 很複雜 三米老前半 今天很感謝 在林建叔之前 其實你們還對演戲 還有怎樣 一直做下去 有什麼期望 有什麼期望 想不想拿事例出來 我沒有這個想法 我只是過戲癮 演出一部好劇 已經很滿足 那我已經很開心 是不是一直做下去 做到不退休 我能做到不退休 我一定做下去 是嗎? 當然是上癮 貝姐 你好像看過你的女兒 對 真的 貝姐也是很厲害 對 曾你跟我說過 你千萬不要退休 是嗎? 他叫我千萬不要退休 他怕我退休就會生病 對,會生病 會生病 會生病 對,會生病 真的會 你也不退休 我不會退休 TVB對我這麼兇獲 拿到實力非凡獎 最後一期的實力非凡 最後一期的實力非凡 好,今天很感謝三位前輩 聽了我的意思 解決了我的疑惑 是的 這個三角形瓦解了 謝謝 再見 再見 密切留意 下一集 星星同學會 一個半小時 終極版 為何會入BYT呢 努David 我不想入 我是想做小生 雪對空虛 一次爆胎 他說現在不是錄影嗎 沒有NG嗎 他整個口都震了 切尾真的是小花之一 那誰灌溉他們呢 說不說可以 琴姐說原來她一生人 練武面油谷 你呀,明哥都吸收了 狠狠 那些女兒 踏在你肩膀 要不然就扮鄭秀雲 哇,好可疑 你扮摸爺子 很掛念你,君余 這就是很開心的 好可疑